第十一章 国会餐厅 星期一早上的事务所 本来就很繁忙 华夏业务部门的员工 在九点钟都到了会议室集合 气氛在诸葛明看来 有些凝重 甚至肃煞 如果不是浓重咖啡味 弥漫着各个房间 诸葛明认为 这是一个生猪屠宰场 物是人非 特丽萨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 开会的只剩下汤姆 和两位合伙律师 诸葛明和新分过来的 安吉拉 汤姆新启用的毕业生 作为诸葛明的新秘书 诸葛明心里很不安定 觉得要被汤姆训斥 甚至三个月内 律所续签职业人士H1B签证的计划 估计不行了 很多很多的恶果将显露出来 他接到电话后 昨晚没有睡好 甚至开始打算回国的退路 其实回国也没有什么不好 印度人在美国混得好 有人说他们没有回印度的退路 华夏人在商界 政界和科技界混得不如印度人 也许是有回国的退路 心在曹营 身在汉 结果汉未尽失 汤姆进来了 照常西服革履 但面色似乎比以前难看 扫试一下会议室 把外套脱下来 放在会议室当中椅子的椅背上 他随后娴熟地解开领带 扔到一旁的茶几上 诸葛明想 估计今天是暴风骤雨的一天 他做好了卷铺盖走人的心理准备 不回国 反正回拉斯维加斯继续小城业务 照常德心应手 或者去平津 上海 做涉及美国的法律事务 纽约和华盛顿 做华夏法律业务的律所也多的是 曾在斯科普托尔工作过 他的资历 应该是很让新的雇主感兴趣的 不过未来的雇主 会帮他办理H1B身份吗 不行去克里弗兰 找特丽萨养小动物 人生再次进入又一个十字路口 但是诸葛明越来越淡定 人生本来不该有什么十字路口 懒惰 无知和怯懦 才会把自己带到十字路口 勤奋 自省和勇敢 就是在十字路口也会选择正确的道路 汤姆把目光聚到诸葛明身上 办公室的人也都看着他 诸葛明嘀咕道 如此正式 你们将如何 汤姆弯下腰身 重重把巴掌拍在桌子上 他大声说道 诸葛明 你干得太棒了 他从旅行包里拎出来一瓶香槟酒 举起来叫道 现在到周五我们不工作 午饭我来请 我们开一个庆功大趴 他把香槟酒递给安吉拉 安吉拉忙着去厨房里取酒杯 诸葛明要了一满杯酒 脸红 忐忑地问 你是说上海泰斗的合同 是的 贾先生对你的那份合同非常满意 祝贺你 小子 他们都在安排装货和汇款的事情 你在上海可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在平静喝酒聊天 在台北逛小吃店 你在上海辛苦工作 诸葛明吃了一惊 觉得这个玩笑让他好受折磨 昨晚一直睡不着觉 汤姆亲自给他又满上香槟 让他一口喝下 诸葛明遵命 晕着问 那么我们最终确定价格了吗 美国买方丹尼尔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地址和电话 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 合同上这些要素都是空白 全搞好了 你记着 最重要的是 供货额提高到7500台的这个事情再次确认 这些都是美国政府需要的订货吗 谁知道 我们把合同签好 具体由下面的人来办理 那价格是多少 又降低了 因为我们买的更多 一台仅300美元 哇 最低成本价呀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美国国内这样的电脑 大概要1100美元一台 这样中间商可以挣到很多钱 所以你看 当律师 哪有当一个商人赚钱 我们律师最多加法 而商人 挣钱实在是惩罚 甚至是恩赐方 汤姆高兴地摇着他的酒杯 让安吉拉打电话到附近的牛排馆 为午餐定位 欺人 扎一口酒下肚 汤姆抬高嗓门说道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 他用手指拨弹这酒杯 发出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响声 首先 我们的客户和上海泰斗集团 签署了新型笔记本电脑供货协议 下个月马上就可以开始供货 而且这样的合同 每季度执行一次 感谢诸葛明 感谢大家 也祝贺我们律所 大家都一起鼓掌 并且碰杯 第二 两个礼拜后 我们一起去威尼斯度假 每个人可以带一个朋友去 最好带配偶去 如果你有的话 律所付钱 我们在那里休假一周 意大利的威尼斯 威利律师问道 不是 是威尼斯赌场 拉斯维加斯的威尼斯赌场 我很想回去 诸葛明问道 不是 是澳门的威尼斯 那我如果在澳门碰到我的全女朋友怎么办 威尼律师开玩笑道 他刚刚从别的律所调过来 五十多岁 爱开玩笑 大家一阵轰闹 再次举杯喝酒 像充满繁文乳节的律师行业 注入海外度假的调节 很能鼓舞员工的士气 他们开始讨论那里的天气 澳门威尼斯赌场的豪华 诸葛明在心里争论着 是邀请谁和他一起去 上海的汪一新 太远 过气 俄亥俄的特利萨 和汤姆翻脸了 不可能 其他的人呢 好像没有了 据说 威尼斯赌场刚开业一年 就收回投资 那与我们有何关系 我们去亚洲 玩玩倒是开心 诸葛明到了律所休息室里 拿饮料的时候 手机有了新的银行短讯 今天是15日 信息是关于发工资的事情 他看了银行账目的数字 半月工资4805块5毛9美元 另外加上奖金6000美元 为何拿到这么多的奖金 汤姆真的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啊 诸葛明回到他的办公室 汤姆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 走进办公室 汤姆把门眼上 低声说道 孩子 感谢你 上海泰斗的案子做得不错 客户赚到了很多钱 律所决定给你奖金 我已经收到 非常感谢 你自己值得这笔奖金 跟着我走 你可以挣很多钱 不过这个生意并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是不是每季度都有这个订单 或者其他政府部门也要 不是 上次的两个合同只是第一步 我们需要让你再去一趟上海 起草并签署第三份合同 他们之间的第三份合同 要做什么业务 诸葛明很不解 为了保持清醒 后来他在自己的香槟酒里 加了很多雪碧 你不用管 到了上海 贾先生会告诉你 汤姆的脸上写满笑容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